哈囉 今天請林信兒議員 繼續帶大家來北投吃美食 我們北投真的是一個美食天堂 而且我們這些美食很多都是已經百年的歷史 我們北投有三大紅茶 來的話一定要喝我們北投紅茶 哈囉 它最特別就是有奶蜜系列 在其他一般紅茶店 一般飲料店 很少看到什麼什麼奶蜜的 這家店非常的特別 對 它奶蜜也是很好喝 糟糕 這樣是不是會被人家罵 邊走邊喝有問題 為什麼邊走邊喝會有問題 我覺得這樣比較像夜市 那種邊走邊吃的文化很好 而且這是 邊走邊吃邊吃邊玩 對 這才是我覺得外國人來到台灣 看到我們這樣邊走邊吃 就哇 好特別的一個地方 這才是我們台灣的傳統的一些文化 嗨 不要因為有路就這樣 哈哈哈哈 其實我在路上看到也都會耶 真的假的 真的 沒有人會突然讓他早安 對 而且我覺得啊 你今天你笑臉對人家那一早看到你就心情會很好啊 因為你是美女啊 所以 你是美女啊 有這個特權 覺得每個人都一樣 我覺得你只要看到了笑 你也可以讓自己開心 別人回應你 你也開心嗎 別人其實看到也會很開心 像我剛剛選的時候就在思考這問題 因為選舉的時候當然都穿著衣服嘛 所以穿著那個制服 然後都要跟人家打招呼 對 那剛選完就第一屆剛選上的時候就想說 那我脫下背心要跟人家打招呼嗎 然後後來就覺得 也是要 真的 現在平常這樣大家說你好你好 然後選你選舉 就我們不用很刻意 你美女就是比較沒有關係 就是其實我們只要微笑就可以了 墊個頭微笑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總部人有個臭臉嗎 我也有聽過選民在跟我說啊 他明明那個 那個他 明明 很不圓 他怎麼看到我們一副那種臭臉 他當然不認識 大哥你好請問一下就是你認得我們是誰嗎 不用掌用一下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